说明档里面哪一个地方呢 在开发人员里面的Video Basic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个说明里面呢 有一个叫什么 应该是这个 有没有Microsoft Video Basic的说明 那这里面的话 它也有包含就是说呢 哪些函数要怎么去使用 不过呢 这个里面的说明呢 虽然有啦 不过放的其实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很乱 那我提供给各位一个 我觉得 比较清楚的 在那个补充资料里面 各位可以找到 这边有一个叫VB Help 这里面的话 如果各位要查询的话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这个VB 它实际上是早期的VB版本 那这个版本呢 其实是相容于那个什么 相容于VBA的版本 基本上应该说95%以上 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说各位想要了解 到底那个VBA里面的函数 有哪一些的话 比如说刚刚我们用到那个Format 对不对 那你想要查Format 你可以按函数 函数里面呢 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F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Format 有没有 点下去之后呢 那它的使用方法这边都有 它的语法 还有呢 它的参数 那特别是那个参数部分呢 如果是中瓜糊 表示说呢 是可以选 可以给 也可以不给 那有一些参数 怎么传递 这边都有讲 但是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因为这个是写给工程师看的 一般人会看的 比较辛苦一点点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看完之后 看一个范例 范例里面 就跟 就教我们怎么去使用 这一笔面 比如说你想要什么 年月 这个地方有那个什么 回传 有一些像 日期跟时间 比如说像我会回传 假设我要 一个星期起 然后呢 一个月 日 年的格式的话 那我可以用这个方式 给他一个 my date 一个日期 后面的话 给他这样的格式 他会回传 回来 就是这样的格式 OK 那其他的话 类似 我前面讲过了 你也可以给他一个格式 那这个格式 也可以参考 Excel里面 那个里面的那个 制定格式部分 参考 就可以显示 你要的结果 这个是format的 一个使用方法 你可以把它 点一下内容 另外 你也可以查一下 函数里面 有关于那个日期部分 比如说呢 像这一集 我是觉得 这个书里面 做的 其实这个 当然只是为了 范例练习 不过要聪明一点的做法是 其实在那个 Excel里面 也有日期的函数 比如说 月份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mance 对不对 那日的话 就day 然后那个 年的话 就year 那你会想说 那这几个函数 在VBA里面 一不一样呢 其实你可以点函数 然后点一个月好了 月的话呢 我们就点到m m有没有mance呢 a有mance 就像这个一样的 那这几个函数 这个函数